专制的,中国和美国 如果说中国是极权专制的话 那么美国就是法权专制 极权专制可以以权谋私 同样,法权专制也可以以法谋私 大权在手就不怕惩罚 所以可以任意妄为甚至作恶多端 在合法的情况下同样会作恶多端 甚至残酷屠杀 美国曾经制定了人类社会最完善的奴隶法 让奴隶主们可以合法奴役 凌迟,强奸,甚至屠杀黑奴 即使到了今天的文明社会 法权专制也是无处不在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都会变成司法问题 看看今天白宫的政客们滥用法权 把法权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警察更为恶劣 把法权当作种族歧视甚至谋财害命的工具 南加州八名警察乱枪打死华裔女子李燕事件 就是利用法权谋财害命 只要不违法那么一切恶行 暴行也是理所当然 再加上种族主义意识的驱使 也就根本不会去考虑道德和人性 只要认为合法就毫不犹豫的枪杀李燕 毫不手软的贵死佛洛伊德 可以说在美国对于不能适用法权的猫狗来说 要比人幸运的多 在美国对于愛路等 在美国对于安我 好嗎